新书快报 大家好 我是陈品书店的陈寅如 我是周韶华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书籍是 日本电影导演《试之愈合》的新书 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 由脸谱出版 一个电影导演他写书 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 有的是回顾他很长的一生 但是《试之愈合》其实现在还算壮年吧 是 我觉得他写这本书的起源 我看到他前沿开头第一句 我就笑了 因为他就说 他觉得好像不是 现在不是写这种书的时候 那我想起之前黑泽民 他写他的自传《蛤蟆的游》的时候 也在前沿说到类似的事情 他就觉得我是个电影导演 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写出来的 那《试之愈合》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有点像是回顾了他20年来 这20年拍的一些电影的过程 还有很重要的 他其实本身出身是电视圈的人 他怎么样从电视圈 电视导演的一个角度 拍纪录片的角度 转换到拍电影剧情片 那这样子角度的转换 还有他在这20年 比如说从日本电影圈 跨到国际电影圈 国际跑片国际影展 这样子的过程 他其实非常仔细的写了他 这20年来的经历 是 讲到《试之愈合》 可能对台湾的观众来讲 那爱看电影的跟不爱看电影的 他们两个认知不太一样 可能如果不是很熟的人 可能会要从什么影展得奖作品来认识 对 一堆的得奖经历 我的第一部看他的电影就是 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 是因为他有人得奖 是 然后这个电影当年 因为也是改编自一个非常轰动的社会事件 就是四个小孩子 他们在一个没有人看顾的状态下 当年男主角也得了最年轻的 就是年轻演员奖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开始 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说明了《试之愈合》 他关注的电影的角度 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虽然没有经过当年 日本学运世代那样子的一个运动热潮 他是学运世代之后才入学的 但是他所有的片子里面 不管是早期的纪录片 或者是后来的这些电影 他其实多多少少都关注了一个社会的状态 社会事件 不管是被害人加害人 他是以双重的角度跟眼光来看 他镜头前面的这些人物 或镜头前面发生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也呈现在他作品里面的字数 比如说他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当我们看电影导演的时候 我们会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一定会说他们是专家专业的人 他们是电影的职人达人 那试之愈合其实他也说了 他觉得电影导演也像是一个 可能也是一个作家 那他所呈现的其实 不只是他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 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吴宁是一个个人跟一个世界交互融合之后 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 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 他作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 事之愈合 我相信在台湾应该还是蛮多听众听过他 因为他还有很多部电影 在台湾都有上映 其实以那个配额来讲 我光觉得这个配额 看他的数量就觉得 他应该不是等闲之辈 我想在最近这两部比较有名的 恒山家之味 还有后来海街日记之类的这些电影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视野 我想可能他故意的 就是从原来记录外在很残酷的 或社会事件 到现在好像比较偏向于家庭内的 很小的事情 他在这几部电影里面 确实都呈现了一个 他对家庭家族这件事情的阐释 还有不同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对恒山家之味 对那个看似很可怕的婆婆 或者是在比海还深 这部片里面看到父子之间的情谊 我觉得这几部片 看了当然会有怅然 或者是各种复杂的情绪交杂里面 但是同样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 各式各样的所谓爱的情感 呈现出来 每个人对爱的想象 对爱的感受 可能都也许是具体的 也许是非常抽象的 有时候爱在你身边 或在你存在很长久的一段时间 但你可能触摸不到 甚至感受不到 都有可能 那我觉得四肢愈合 他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好的爱 正向的爱 痛苦的爱 让人绝望的爱 各种爱的样貌 他透过他的镜头 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他在他的镜头底下 他说爱其实是可以拍摄出来的一个感情 爱是可以拍得出来的 这句话就是非常有意思了 他拍的主题是一回事 但是也可能会有人可以把它拍成八点两连续剧的形态 但四肢愈合就不太一样 那他其实 我觉得在这样子 就是以家族观点出发的影片里面 我们当然看导演他自己家庭 他可能有带有自己家庭记忆 其实在每一个角色的诚信上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 比如说你可能是那个始终不成器的父亲良多 或者是你可能是海街日记里面四个姐妹里面 其中永远坚毅 然后支撑着大家的那个大姐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恒山家之位里面 看的从那样子的微妙的婆媳关系里面 看到自己可能家庭关系的另外一种可能 或者是有一种更为亮节的眼光 也不一定 这本书是世之愈合导演 他的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 讲到导演所写的书 通常我们都期待有大量的图片 现场的场景之类的东西 这本有吗 这本里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早期他拍电影时的分镜图 当然不过大部分的实景 大部分的内容 其实完全是一个文字的叙述 我觉得这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电影导演 他要怎么样把他心里所想的画为镜头 那中间可能很多的想法里路 其实可以用文字慢慢的写出来 那当然你在看他的影像之前 也可以用文字来先感受他脑子里面想象的事情 用文字来感受一个导演 他脑袋里面想的事情 这是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非常谢谢您介绍这本书 书名 作者再讲一次吧 视之欲和谐的 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 我是陈平书店陈寅如 我是周韶华 欢迎您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